因為我們其實在公佈結果前 而且不是說前一天前兩天 大概前兩三個禮拜 因為我們節目也訪問很多藍營人士 將軍 我們這麼說 其實我們一直以來 我們收到的消息都是徵兆會友誼 而且甚至 因為我們節目開播到現在 我們找了很多藍營的人士來 包括徐巧新 葉元芝 那我們在鏡頭還沒有拍的時候 我們都 到底是誰 到底是誰 然後 葉元芝你也知道 他已經說侯友誼了 他這個是 身為朱家仁 死為侯家鬼 那現在變成了這個 身為朱家仁 死為寒家鬼 現在變成侯家魂 OK 然後他就很確定的跟我講侯友誼 然後我們問徐巧新 徐巧新是4月的時候來錄的 他也是講侯友誼 這樣子郭他們都能爭取 我講 元芝他是諸侯體制下的寒家軍 所以他既挺朱又愛侯 傷性加奴 元芝你有沒有聽到 所以說他都很挺 那他很早就說就侯友誼了 我就講說你們國民黨這很奇怪 侯友誼就找他徵召一下嘛 然後你把郭台銘聊出來要幹什麼 後來我想通了 我想通了 其實郭台銘一直都認為說 會是他 會是他 這是朱立倫厲害的地方 朱立倫心中早就篤定就是侯友誼了 那篤定的原因不是說侯友誼有多end 或者有多搶 不是 因為朱立倫自己不能選 他選的話不好看 他是被換柱實在害到受不了 所以他覺得好吧 上次換柱讓大家誤解我這麼久 如果朱立倫還有政治的生命跟未來 他一定要把換柱這件事洗掉 是 洗掉怎麼辦 就是挺侯 就是挺侯 我讓侯友誼 經過我朱立倫力挽狂瀾之後 推出你 就可以把換柱的陰影洗掉 所以郭台銘 後來我在昨天終於想通了 郭台銘是朱立倫布的一個力挽狂瀾的旗 如果沒有郭台銘 那侯友誼不就是自然上轎 誰會感激朱立倫 沒有人感激他 他就最強 他就最厲害 不挺侯友誼要挺誰 所以說朱立倫 憑空捏造出來一個最強的對手 叫做郭台銘 所以郭台銘剛開始應該是 朱立倫跟他講 可能是你 朱立倫希望他演出戲 演到很像 然後讓侯友誼感到有威脅 然後最後我還是力挺侯友誼出來 這樣才會感激朱立倫 不然才會感激他 所以他一開始就是做局給 做局給侯友誼 但是他沒有想到郭台銘假戲真做 龍袍借你穿一下 郭台銘知道是假戲嗎 郭台銘剛開始應該認為是假的 就是我們一起找出最強的 最強那個很古謀 老高 這麼古謀 叫你表態又不表態 所以說 郭董我們把他逼出來好不好 郭董有這種情懷喔 我覺得剛開始 朱立倫應該是這樣跟他講 他說那郭董一講說 那如果我衝得像呢 衝得像就你了 如果我衝得夠高 我的民調如果超過呢 那就你了 好 衝一次 可是將軍我覺得這個不是這麼合理 是在哪裡呢 因為其實去年 去年那個時候 剛選完沒多久 其實郭董就有動作了 有有有 然後但是呢 我們收到的消息大概就是 一下子要選一下不選 一下不選 一下又要選 然後最確切的聽到的是在 今年初大概1月的時候 對 那天應該是1月9號 1月7號 是 我說到的消息是很確切的是 郭董不選了 他認為他畢竟從商那麼多年 然後大陸資產又那麼多 對 有很多黑資料 還沒報而已 OK 所以他決定不選 會支持侯友宜 對 然後當個淫無者 是 在後面控制侯友宜 可是到最後劇情完全不一樣啊 對對對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我得到的資訊也是跟你一樣 所以我後來我這兩天我就 因為我在國民黨內部待了很久 是 我知道國民黨內部的 公鬥戲有多精彩 是 我非常清楚 所以我想了一想 尤其是像朱立倫這種大內高手 他要如何把郭台銘給米平 撫平 讓他沒有任何的怨言 只有一個可能就是 事先已經告訴你了 對 因為郭台銘一直想選啊 是 想要選沒有正當性 我既非國民黨員 又不是民眾黨員 我也不是民進黨員 是 所以只有這三張門票 有錢 有錢 有錢買不到票 有錢買不到票 那票在人家手上 所以說是朱立倫給了他一個正當性的可能 可能的正當性 不是絕對的正當性 可能 就是你出來衝 如果你衝到勢頭起來了 說不定就是你 所以說郭台銘才拚了42天 這42天前面三場 你看從高雄 林東到台中 是 人都很多吧 其實沒有大家想像中 因為我是高雄人 那一天我真的有去 是 因為我就想看一下 就是首富到底要跟大家聊什麼 對 因為在19年那時候 郭台銘其實他就第一次說要選總統 然後他那時候也做了很多動作 但最後兵得了 那我是其中一個 就是我跟他直播過 對 其實我們都知道 郭董的口才並不便捷 因為 他是憑實力 不是啦 在他的世界裡面 他也不用口才好 他只要說好或不好就好 沒有 他不用用嘴巴講話 用鼻子講話 嗯 然後收到 然後那天他的 在高雄的照片 我真的有去看 就是你說 你說人少絕對不是少 對 但是有沒有想像中的多 你說說實在話 沒有爆棚 以總統level等級的選舉 你說來個一兩萬人 這哪有什麼 對對對 這哪有什麼 對 我們親眼看過當年高雄的韓國瑜 對對對 那不一樣 韓國瑜寒流不一樣 這跟郭董的那個 造勢的那個等級不同 郭董是等於是第一回 第一回搞這種最大的這種場 所以第一場高雄 是 第二場屏東 我嚇到了 屏東他光是進場 進了15分鐘 才走上去 那個15分鐘是什麼概念 那個是絕對是 街道都擠滿了 那是怎麼來的 郭董認為是他的魅力 其實不是 不是啊 動員 動員 對 所以到了台中 也很可觀 也是一樣大進場 可是為什麼到了板橋消風了 為什麼 大家說下雨 土城板橋台北 不是他的地盤 對 為什麼板橋消風 一千多人而已 那個場是最大的 憲哥都來了 對不對 一流的這些演唱團體都到了 不要說是去搞政治場 免費的演唱會 當然 應該會很多人 是啊 一千人 一千人 所以郭董那天心已經 我覺得心中有底了 掛了 為什麼掛了 是朱立倫告訴你 OK了 這樣可以了 所以他那天大概小紅牙 告訴你可以了 就這樣了 因為如果再讓他板橋爆場 3萬人5萬人 我告訴你郭台銘就是 我非搞到底不可 我有實力啊 是啊 你看我這麼多人出來 我這麼受歡迎 對不對 龍袍你借我穿過癮一下 我不還你了 我要穿到底了 對我要當皇帝了 所以朱立倫告訴你 派系的動員 跟國民黨的組織力量 勝過你的想像 所以說 板橋那場的消風 郭台銘心中應該有一個 有一個底了 所以那場他就沒有動員了嗎 沒有動員 那場沒有動員 沒有遊覽車 沒有任何的組織 你看舉牌 你看到台中 高雄 屏東都有舉牌的有沒有 萬聯鄉親跟我來 對不對 訪聊的鄉親往這邊 那天沒有舉牌 所以我們從內行人看就看出來 板橋沒動員 就是一千人 所以郭董心一講 哎呀 如果沒有國民黨的資源 我要怎麼選 我再有錢也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錢就要騙去而已 所以朱立倫去跟他談的時候 除了談民調以外 我覺得民調是 說服力最弱的 是 展現的是組織的力量 展現的是動員的力量 還有什麼 我朱立倫 國民黨運籌為我的力量 所以你跟我合 我們可以 政權輪替 你跟我不合 你就會害死大家